今天早上我跟江西辰委员很荣幸来拜访我们民众党 王国昌委员总召以及民众党八位委员 民众党这个安排非常贴心 先让所有新闻界大家拍照之后新闻界离开我们闭门会议 结束之后再接受联合采访 这个安排既贴心又细腻而且效果又卓著 我们在里面沟通了国会的改革 在野党未来能够大家联手满足广大台湾人民的需求 以及人民的期待 我们沟通的几乎是无话不谈 而且所有公共的意见都说得非常的彻底 另外就是情感的交流 很多人都说密室协商好像有利益勾起 我要再一次的澄清 当今的国民党是在野 我们没有任何资源 所以我们只有无比的真诚 来跟民众党来交流意见 请各界不要用负面的思维 来看这一场良性又健康的败会 期待跟民众党八旗立委 在未来立法院新国会新改革新期待 我们能够共同有更卓越的表现 满足人民对我们的期待 谢谢想太多了 2024年2月1号开始 我们十位立法委员就是同班同学 若干年之后我们有一天会离开立法院 回想这一段既甜蜜又紧张又刺激 又帮老百姓满足了很多需要 又带动了国会的改革 真的是非常快的一件事情 我是抱持着这样的一个观念来 真的是三观正确 那也非常感谢国昌兄跟民众党的八位立委 也都同样能够接受这种感觉 这个很棒 谢谢 今天他国会改革有谈到单一朝委之这个部分吗 没有我们就谈到国昌兄前面所提的四项改革 大家互动共识都非常的好 谢谢 那就这样子啊 谢谢大家 好 那就 就差不多了 好 来 国昌兄抱一下 OK 哈哈哈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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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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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主席但在立院龙头的这部分 因为韩江 韩国瑜跟江起 好像在29号的9点就确定要来拜会党团 这个事情有确认吗 时间我不晓得 但是我知道他们要的 确定的时候我不知道 那现在你说 啊 其实我跟你讲哦 我那个行程早就排好了 不过我觉得是这样啦 党团是这样啦 我也主张哦 党团一个程度上 他要能够独立作业啦 我觉得是这样 分工合作嘛 我们是处理党务 他们就 立法院将来 慢慢的还是要交给他们自己去 决定 所以如果有来说明 我不一定会出席 那你怎么看就是说现在因为韩江 还有这个游戏坤 蔡其昌他们都有意愿去拜访 但是他们的就是 蓝绿的立委其实都在说说 你知道好像有点在变高自己 就是有点自己的选择 第一点哦 对候选人来讲他们要争取 选票最大化嘛 所以他们要来拜访什么 这个我也知道 我也这合理的 另外一方面是这样啦 因为老实讲我们蓝绿两边都有朋友 每一个都来 透过各种管道来接触 其实我每次受不了 后来我说那这样好了 干脆开大门走大路 我们就办一个公开的让他们来说明 当然我们也不会搞到什么 那个现场什么网路直播什么 还是个闭门会议 如果结束的话出去 记者要问什么在外面 还是会回答 所以给大家有一个面对面讨论的机会 就这样 那这一次又闭门会议的方式是有什么讨论 是不是想说不讨论是否 不是啦 不是啦 公开透明并不是说叫你在 在网路直播里面在讨论什么 这个也不是这样 这个无限上纲 但是结束后一定会 一定会给记者访问 是这样 这才是正常的那个 老实讲上次那个军月 我就觉得很有意见 那个哪里是来讨论事情 根本就是来迫及而已 投票会团进团出 那会亮票吗 会用适当的方法 让大家都知道他投了谁 什么样分之适当 这个 我们还在研究 不是没有团进团出会有罚准吗 这种重大投票没有团进团出 抓到一次就开除党籍 你的立委资格就没有了 国民党长那边都有就是跟你说想要吃下败 很多啊 我刚才来讲个笑话 你叫什么叫关键少数吗 就是每天接到很多你不想接到的电话叫关键少数 关于这个立法院院长副院长的选举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 那我们经过一个讨论以后 既然 台湾民众已经提出四项国会改革的要求 从那个 这个人事同意权嘛 听证调查权嘛 还有这个 立委的立委回避问题 还有这个相关经费公开透明使用 那么 我们还是主张哦 公开透明的这种政治价值嘛 所以我们决定是这样 我们希望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 所谓的院长的候选人 院长、副院长候选人 就直接到我们党团来 不要说是证件发表会 最起码是一个沟通或是座谈会 那 愿意来的我们就接待他们嘛 当然我们还是闭门会议啦 如果事后有记者会那另外 我们绝对不会搞像那个俊阅这样 媒体在那里现场直播 所以今天是这样 我们邀请两党的候选人 到我们的党团来 正式跟我们的这八位的立委 来说明他的想法 那我们还是坚持说 国会这四项改革应该要执行 那我也知道 这四项改革不见得是 立法院院长的職权 但是最起码你要表示你的态度 好就这样 所以现在的意思是说 是跟你还有八位吗 还是就只有八位 八位就可以啦 不用凡事都要用到我 因为现在传出说这个民众党可能在上午是支持尤锡坤当院长 那么这个赖斯堡委员就建议说 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投的话 那下午就全部支持黄珊珊 然后让民众党成为不折不扣的小律 你怎么看 这好像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 一个规划啦 我也听说啦 那因为我也不是立委 不知道他们的最后会怎样 不过 如果上午民众党支持了 呃 呦锡坤就支持了民进党 那下午说要再改投江启臣 那我是建议江启臣拒绝啦 就是国民党一个都不要 就让你民众党跟民进党结合成一体吧 就大驴小驴 那这样的话很快的民众党也就 也就就像时代力量啊 或者台联啊也就没有了